負能量解凍板 這樣一塊放在這裡 一塊放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萊姆 歡迎收看小萊姆的三次元 最近減肥晚上時不時都會吃牛扒 但我每次都會忘記了解凍牛扒 令人覺得很困擾 某天在Facebook看到一個廣告 在賣這個產品 那就是一塊板 星星放一樣冰的上去 它就可以很快地解凍 當年Facebook廣告 外國那些通常都是比較貴的 我還懷疑其實那些都是淘寶貨 所以一般的做法 我都會上淘寶看看有沒有相同的東西 總之真的有 所以就買了它回來了 負能量解凍品 負能量 好有負能量啊 啊啊啊啊 這個大塊好多垃圾啊 垃圾 去死啊 它聲稱說有8倍溶雪速度 還有避免微波爐解凍的外屬內生 好啦 那就試試看它 到底能否效果 好上次 其實看著這塊東西 你會覺得自己是不是 拆開了電腦某一種零件 其實那些顯示卡都是這樣的 我不是可以放一塊牛排在顯示卡上面 就可以散熱呢 道理上是可以的 那些東西呢 先洗洗它 好 這裡有兩塊牛排 框框聲的 完全沒有解凍過 那一塊呢 放在這裡 一塊呢 放在這裡 十分鐘後見 十分鐘過去了 看看兩塊牛排先 這一塊呢 變成硬的 這一塊呢 都是硬的 那看來時間不太足夠了 我再給多十分鐘來 OK 半分鐘時間過去 我們又看看這塊東西 這一塊呢 螢幕是硬的 不過開始可以斷了 那這一塊呢 看看有沒有分別了 噢 這一邊呢 一半夜 開始已經解凍了 好像這邊真的快很多 那但是 它影片裡面 就是說25分鐘解凍了 那但是現在可不可以看尾 那我們再等多十五分鐘 又一個十五分鐘過去 我們看看這兩塊牛排 OK 這一塊呢 在室溫的牛排 其實它還在冰 好啦 到這一塊了 噢 噢 好像又真的OK啊 旁邊的位置 摸下去已經解掉了 中間呢 有一點點 硬的 但是這些位置還是冰的 那就是45分鐘 都還沒解凍到這塊東西 好 再等多十五分鐘 又一個十五分鐘過去 看一看這一邊 還是硬的吧 這一邊 完全解凍了 這次一點硬塊都沒有了 它真的完完全全地解凍了 好啦 那這次實測 都是測試到 這一塊東西 是真的有用的 不過絕對沒有它所說的 什麼 25分鐘解凍牛排 好啦 煎牛排 完成 完成 開餐 嘿嘿 好吃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今天就幫大家實測了 到底那些的所謂解凍板 是不是真的合理了 當然啦 絕對沒有廣告寫得那麼快 但是實際上的確是被 就這樣放在這裡快的 一塊這麼薄的牛排 都要一小時 那我如果再厚一點 我相信時間也會再長一點 好啦 解凍板的link下面也會有的 不要再問我了 麻煩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朋友記得給我一個like 有甚麼想到我下面留言 最重要就是訂閱我 我是小萊姆 按個小鈴 下次再看 第六點半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